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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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4月 兰州军区47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吕兴源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要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回娘家还回解放军的娘家 吕兴源作为政工干部他就不理解了 他一直对于军史战争史是有研究的 但是他从来没听说过在国共内战期间 还有日本籍官兵参加了第四野战军 这也就是原来的东北联军 民主联军对国军去作战 但是对于从军区政治部直接下达的任务 他不敢怠慢 他按照手里接到的这个名单 开始拨打电话 您好 张院长 我是吕兴源 秘书处 他找到了陆军医院的张院长还有上副院长 这时候他们两位院长已经是师级干部了 他们是当年47军前身 也就是这个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医务人员 从对话中 吕兴源才初步了解到这一段陈锋的历史 张宝林院长提示吕兴源说 你可以找到1956年6月27号 当时周恩来的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说的话 周恩来说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 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 参加了解放战争 这些更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地结友好关系的信心 说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 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说这段话呀 说的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些特殊的战友 张宝林院长就接着说了 他说 不过三十多年了 你也知道 这也没有人问 我们也就不说了 也好 大家都六七十岁了 见个面吧 再不见面就真的成了老骨头了 这段历史就很难再翻开了 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此次带团的是一位叫做中村义光的日本人 副团长叫福山 总共是17个人 原来他们全日在第四野战军十组 就是现在这四十七集团军战斗过 参加了四平雪战 黑山阻击战 并随四野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 然后渡江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张院长和尚副院长当年就和这些日籍医护人员 还一起工作过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1953年开始了遣返 这些四野的日籍老兵陆陆续续的开始 就以日桥的身份回国了 这一次等于是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日籍官兵 他们是自己掏钱 以旅行的方式来到了中国 来回访他们原来的战斗过的部队 那么这个活动呢 是当时的中日友好协会和总政联络部牵头的 那么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搞这么一个活动呢 那就是8964 当时8964事件之后 西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 决定联合制裁中共 国际间贷款终止了 这贷款终止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那是致命的 时间到了1990年 外交口子上就传过来口风了 说日本准备在西方七国首脑会上公开宣布恢复对华贷款 他这可是走了第一步啊 这可让中共摆脱了因为六四事件造成的国际上空前孤立的局面啊 像当年内战帮了中共一把 现在可以再续战友情谊了 因此中共官方同意了多年来日本在各地组建了那么一个协会 叫做四野战友联谊会同意了他们的访华申请并允许有限报道这一事件 历史上叫做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同一期间呢 原来这第四野战军血统的分布在北京军区的广州军区的各集团军呢 都开展了欢迎日籍老战士回娘家的招待活动 不光是兰州军区四十七军呢 作为团长的中村一光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少尉 在进入四野战斗编列之后啊 他在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 那么在中国内战中他还立过三次大功 1954年的五月份 中村在中国娶了一个媳妇之后也是一个日本人啊 那么他们俩呢 带着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 他就开始联系三罗在日本各地的原来四野的老战友 发起组织了这么一个协会 原来的名字叫回想四野协会 叫这么一个名字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 并且在整个的国共内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是一段几乎被完全掩没的历史 当时周恩来说的那些话和当年的那一段历史 咱们应该拿出来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 时间回到1945年8月中下旬 当时在山东各地的沿海码头突然就涌入了 从河北山东一带来的八路军 还有山东当地的独立大队 还有从苏北淮河一带强行军走过来的新四军 原来的黄克城部上传跨海奔赴东北 九十年代中共组织人员曾经编写记录过这一段历史事件 其中有一部很有名的报告文学是张正龙写的 叫《雪白雪红》 因为这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反而被当成了禁书 这是中共军队自己写的报告文学 结果自己被给不让发表了 他说的那段历史就是当时的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 这些打土豪分殿地之后参军的新兵不愿意去东北 这一路急行军当中一路开小柴 干部当时就跟他们说了 东北好啊 那东北都是小洋楼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这么说呢还是有人要跑 那么好吧 后来就是团里团以上的这个干部的政委啊 就说了咱们搞连做 战事跑了 罚班长 班里面跑的人多了 罚连长 这下子好吧 那个班长晚上睡觉的不踏实 用小绳把大家的脚丫子用绳给拴起来 一个人跑 大家全给弄醒了 这是在报告文学里说的 当时东北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俄国人经历经营过 日本人经营过 工业产值是全国的85%以上 所以当时谁占了东北 谁就能主宰中国 国共双方注定是要用战争和薪血 来分出胜负来的 中国的内战不可避免的再次开达 由于军事实力无法跟这个 刚刚打赢了抗日战争的 士气阵望的国军对抗 所以共军虽然占了地理上的优势 他从河北山东这一带来不是近吗 他先占了很多城市 但是都不堪一击 且战且退 就让出了山海关锦州这一线城市都让着去了 到了四平 毛泽东不让退了 他说要把四平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所以到达东北的这些中共军队呢 就把自己的王牌全都组织起来了 进行了一场四平街保卫战 但是呢 这个国军在当时的将领白崇写 杜玉明的指挥下呀 用了五天的强攻击溃了林彪部队 按照中共将领黄克诚的话来说呀 这场失败是八年抗战从来没有过的失败 林彪原来很多的部下 一些熟悉他的部下私下也说哎呦 咱们的林总是不是多年来在苏联养伤啊 不会打仗啊 士兵们当时也流传了一个外号叫做林彪是逃跑将军 可丢人了 此刻苏联对中共也失去了信心 他们马上转过头来向蒋介石说 我们准备遵守中苏盟约 我们一个个的让出各大城市让国民政府来交接 也准备安排共军的残部退到苏联境内 但是这个时候 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 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 他带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旨意 到这里来强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立即停战 这叫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六月侵战命令 命令国军停止追击恢复国共谈判 当时国军已经进到了东北最后一座大城市 哈尔滨100公里处叫双城的地方 共军已经没有办法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了 后来啊 这个包括麦克阿瑟将军 后来不是美国国会有个麦卡锡时代吗 当时他们就讨论共产主义是怎样扩张 怎样夺走中国大陆的 他们都认为这一事件重大的过错 就是这个六月停战命令 是国共内战失败的最重大的原因 这个停战命令一直执行到1946年底 六月停战协议到46年底 整整六个月整个东北境内中共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北满 没有受到任何的军事威胁 这下子六个月林彪一下子活过来了 美国人的绥靖也让苏联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看来美国人不会跟他玩真的了 他们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把日本关东军所有的重装备交给了林彪 原来他是准备扣着可能要还给国民政府的 首属两端呢 结果现在一看给了中共了 包括这些重型的榴弹炮 还有日本的那种轻坦克连队 更为讽刺的是什么 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的那个美国武器 他原来是欧洲战场打希特勒的 欧洲战场结束了 他把其中剩下的40亿美元的装备包装都没有打开 直接给了四眼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国军因为美国武器装备 美国的武器装备因为没有弹药上来 拿着枪也不好使啊 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把大盖 把那个日军的那个山炮也都推出来了搞防守 共军一直宣传是小米加步枪夺天下 实际上他们却用着美国的榴弹炮 开着美国的斯文卡车 还有一组数据 那就是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期间和国共内战期间 艰难的获得了美国的援助 东球西球 不是我们做节目送美龄去美国要来的吗 总共30亿美元 绝大多数用在跟日本人的血拼上了 剩下的一部分呢 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 也就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三大战役期间 什么都没有得到 因为咱们看吧 为什么得不到呢 马歇尔46年就把军火停了 48年美国政府解除了对国民政府的武器禁运 但是你装船的海运要花时间呢 48年解除禁运 这个装满了军火的船 开到中国港口的49年6月 49年6月份是什么日子啊 三大战役结束 共军百万大军都打过长江了 是毛泽东写那首诗叫 《宜江圣勇追求寇不可孤名学霸王》呢 豪情万丈的那个诗篇的时候了 还有什么用呢 但你那么多的重武器 斯大林当时也犯愁把这么多重武器交给中共军队手里 他说中共军队缺乏军事训练 绝大多数都是文盲 都是从农民 昨天是扛着锄头 今天扛枪的这么一支军队 他怎么会用啊 于是第二件事就是让中华民族痛彻心底的事件发生了 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共提前夺取这个日战区 所以蒋介石使用了清华日军的首脑港村宁寺 由他的那个一帮人组成了一个日本的高级军事顾问团 苏联人更彻底直接把他们抓到的60万日本关东军交给了中共 中共想了一个高招 在60万关东军里面搞了一个百分比 说用你们其中的小部分人来换取大部分人得以遣返日本 日本人咱们知道是武士道精神很强的 他们认为留在中国的肯定是必死无疑 所以他们留下来的还都是军队中的精英 刚才说到的这个四野联谊会啊 它里面有一个当初的一个日本军官叫做兵头义清 这兵头义清就说了 第四野战军里面的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 四野是一个联边有一个日军步兵班 当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 为中共取得了全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1948年9月28号 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 当时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 还有14万人被迫留在东北在中共的军中服役 加藤局长说根据他们的周密调查 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服务于军队 服务于前线 有教这个中共军队怎么样开炮开枪的 有教授他们的飞行技术的 还有直接就在军队中做军事顾问做战术指导的 也有会开坦克的 开着坦克直接和国军直接交战 他们当中更多的是一些医疗行业人员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室 当时他们记载说 在内战期间 就是整个国共内战期间 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当中 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可见当时日本籍官兵参战的比例之高啊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最显著的 要说到一个人叫做林米一郎 他原来是日本关东军航空大队的一个军官 他带着他的部下整个的组成了东北老航校 成为了中国空军的摇篮 当年很有名的空军司令员王海 还有空军副司令员叫林虎 再加上当时有一个击落美军王牌飞员叫戴维斯的 那个空中英雄 空军英雄叫张机慧的 都是当年的这些日本皇军训练出来的 跟中国相似啊 就是当年大量这些日本人参加这个共军作战的这个历史 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的 这个历史中共不说 日本也不愿意说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的时候 日本电视台NHK啊 它才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叫做被留用的日本人 这么一个专题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1948年9月 羽翼丰满的林彪四野共军 在苏联军事顾问克瓦撩夫的协助指挥下 发动了辽审战役 首先围攻锦州国军 在1948年的11月1号 共军攻克了沈阳 11月2号 历史上的今天 国军突围撤到了银口 上了军舰 狼狈的南下 辽审战役 或者在台湾方面呢 叫做辽西会战的结束了 中华民国叫辽西会战 那么东北全境尽尸 国军当时损失47万人 说着蒋介石当时运气也是走衰运 走到了极点了 1948年这一年正好是美国总统大选 蒋介石把压保 就压在了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了 当时美国的民调是一边倒认为杜威是必赢啊 他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呢 就在辽审战役结束的同一天 1948年的11月2号 杜鲁门总统拿着一份报纸 那份报纸写着杜威当选这么一个假新闻 他拿着这份报纸哈哈的乐着 再次当选了美国总统 而中华民族即将走入历史的拐点 历史上的今天 辽审战役和杜鲁门当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